你凭什么耍我 有任务了 火焰鹤 你看 恐龙怪 原来就是你伤害了我们的百姓 看招吧 恐龙 火焰鹤鹤 火灵之力 哇 雕虫小技 看我的 哎呀 你想烧死我呀 还敢说你是最厉害的 退后吧 我来吧 恐龙怪 你接下来看我的绝招吧 恐龙怪 上次你忘了 把你打得落花流水了吗 这次我就是来复仇的 哼 看我的绝招 看来十个绝招我也不怕你 蛮雄正怒 吐灵之力 你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我吗 以前的那个我 已经被你们打败了 现在的我因为不可能打败 看我的 好 哦 小小熊 小小熊 你还好吧 哎呀 鲜香口是满了 明明我们一起来的 嘿 我来了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我刚才查了查恐龙喝的饮料的配方 那你查出了什么没有 嗯 我查出来了 就是这样 啊 原来这样 嗯 好了 你们磨磨叽叽的 还打不打 呃 我们不打了 我们不打了 今天 我们输了 不打了 才打了这么两下 那我岂不是白喝了神奇药水 恐龙先生 你不不爱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已经领约到你的厉害了 好了 恐龙先生 我们现在想对你服务 怎么个服务办法 火焰鹤 来给你吹吹背 我呢 就负责给你清扫一下 你牙上的东西 嗯 这个听起来倒是不错 来吧 哦 舒服吗 恐龙先生 嗯 还不错 好 我现在先进一区的牙齿 哦 哎呀 你快点 哦 哦 嗯 感觉舌头肥了 呵呵 恐龙先生 你的紫心已经到了 铁虎重铁拳 精灵之力 我把他拳 精灵之力 你骗我 小朋友们 这里是枯玩工厂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故事 喜欢我们的玩具的话 大家一定要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同时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也可以给橙子姐姐留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更精彩 拜拜